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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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ina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ina 欢迎收看 AD来说书 大家过了一个新年 有没有又多了一些新的知识以及收获了呢 应该是有吧 对啊 我们在过年前呢 已经有预告过我们这次要阅读的书籍了 嗯 就是要教大家去如何提问 等一下你觉得说问跟说啊良德之间有什么差别 说一般都是可能调调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这样 那其实问他比较有一些对对方感到一些好奇感兴趣 不管是对对方的一些思考逻辑啦想法和感作法 就是比较有互动性嘛对不对 像我们也会希望说那个我们的朋友啊 来看我们直播朋友也可以问一些提问啊 问我们一些问题啊 那我们就可以在线上跟你做互动 是 就可以就是大家有个互动嘛 所以沟通啊如果是说的话只是单方面的 加上问的话呢才能够就是双方面的一种交流 才能够知道说我们缺少什么对方有什么 对才能够达到一个沟通的一个好的效果 嗯 一般的其实直数据啊 其实提醒跟提问就有些差别 提醒就是他比较属于直数据 我会跟你说有些事情是 因为你怎么讲 直数据比较有那种提醒的意味 提醒你是不是是否知道某件事情 那些提问他比较有一种先了解 你是否有听过关于一些 就我们举例好我们以书来讲 譬如说我们今天我告诉你说这本书在说什么 吧吧吧吧吧吧 对 你可能妹妹已经知道你也读过这本书 可能就觉得 你可能也未必会有够敏感 但如果今天问你说这本书你有看过吗 那我就会开始跟你分享 对 大家彼此就有个交流 你对或许你的观感 跟我的观感也不一样 就有一些交流一些聊天啊等等 他就有一些连续性 他就不会就是只是单向的 而且有时候就是 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态度跟口气 如果就是语气啊 或者用字简直不好的话 常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在就是责备他 或者是指导他 下命令下指导器 这一种感觉 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对 所以说我们 这个我们才会强调说 要有谦逊 以谦逊的方式来提问 那以提问的方式来领导管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主题是低调提问的力量 对不对 那等下为什么是低调呢 低调它是比较谦逊 它是比较想意了解对方为优先 然后以感觉的出发点为 因为说就是想多了解对方一些看法 然后来 应该是说 透过提问的方式去了解对方的想法 对 其实低调强调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 唯有就是 当你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缺点不足的地方 让别人知道 别人才会对你卸下心房 才会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提供给你 而且通常我们也不太会喜欢 跟一个很骄傲自恋的人 就是对话吧 也不会想要跟他请教问题 太臭屁了 太臭屁了 这样的人会让人有距离感 所以以低调的方式谦逊的态度呢 才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 才能够跟大多数的人连结 可能只有少数的人会喜欢那种很臭屁的人 那种虚弄的人 但这个是少数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低调提问的力量 就是因为这样子 它才有很大量跟很多数的人 去达到一个沟通共鸣的效果 那我们介绍这两本书的原因是为什么 我们介绍这两本书啊 首先这本 NIT最受欢迎的管理课程 它是NIT史隆管理科技大学的一个农誉退休教授 艾德夏恩所做的这本书 艾德夏恩博士呢 他有现代组织心理学创建者 创建之父之称 所以他提出的这个谦逊的提问呢 都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与人际沟通 那他强调我们现在是一个地球村的社会 多元文化种族的互动 以及团队中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的合作 是常有的事情 藉由谦逊的提问方式呢 来让就是不管上对下 还是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人都可以达到说 彼此建立互信的关系 让团队整个朝廣这个目标去前进 最后达到一个核心的共识以及价值 促进我们的这个团队合作 好 那其实我们在职场上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管都会有一些期望 对 我们希望我们上对下的态度 我们有些想法是想要说出来 但碍于说敢不敢讲 敢不敢说 所以你对于你的主管 到底有什么样的期望 像我自己的话是属于业务型单位 所以我们是主管对我们是蛮自由的 那我会希望说主管在对我们提问的时候 可以就是多一点的关心 可以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 那再来的话就是 可以让我们多一点的时间跟空间去思考 去找答案 不要一下子就丢一个答案给我们 好像就是提问的 问的方式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知道我们的想法 而是只是想要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事情 对 这样的话呢才让我们觉得说 而我们的想法什么 有被重视到 有被认同 因为人都是需要被认同的 嗯 再来的话 实际上说 主管可以把问题分配下来 对 把问题就是丢给大家去做 不要就是一个人揽在身上 嗯 让大家互相分担一些责任的话 整个团体才会有凝聚向心力 那最后才会产生这个归属感 你们会有一些问题研讨吗 比如说可能 会有一些 嗯 使劲演练啦 一个问题 会问 每个业务对某个问题 会怎么样的解答 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问题也通过吗 嗯 其实 我们 以我们来讲的话 真的算比较少 其实保险 我是保险业的嘛 保险人都要上课比较多 嗯 但是 嗯 就是只有一个月一次的这个业绩检讨 那也是就是好的人 大家出来分享 所以其实我觉得啦 团队的这个提问 要培养这种提问的默契 嗯 大家呢 会比较 有那种学习的风气 会问问题就是代表会有渴望 想要知道 也会知道说自己的不足 才会开始 开始带动整个团队的学习风气 嗯 像 这本有好问题啊 才有好的领导 这本里面就不叫否领导 嗯 他这本书里面否的是 整个商业啊 商业团队领导的部分 他访问了22个这个 国际大公司的CEO 跟团队领导人 嗯 教大家这个提问式的领导 嗯 那这本书就让我就是看到说 真的 如果一个领导者啊 善用提问 除了可以拉近彼此之间 上 上司对下属之间的距离之外 还可以就是带动整个团队的风气 嗯 让大家都会去进步 那进而激发 甚至激发出一些创意 嗯 那我提问他是值得我们去省私 一直让我们去思考 然后 嗯 思考不同的面向 那在一个meeting里面 他是一个接力性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可以帮助当下每一个参与者 他是有参与感的 对 就是大家一起思考 集思广益 然后分享不同的意见跟想法 所以一个好的问题 他是值得去省私 嗯 所以 嗯 当主管在发问题下来的时候 其实并不需要值得一定要 你可以有答案 所以 那可以让我们去想一下 去咀嚼一下 再好 回答 哎 我们自己的想法 对 一些好的问题 还是可以让全部人 还是有一个凝聚力 嗯 所以这参与感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做直播啊 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 所以我们在那个预告上啊 就是有提出一些那个 问剧的形式吗 嗯 问剧接融 那你可以把你过去有一些 有受激励的问剧 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有一些什么样的回馈 都可以在下面去做一些 心得分享 有没有被问过一些什么问题 那你觉得是有被受重视 有被激励到 或者觉得很受用 还有很棒的更多的回馈 可以在下面去做分享 或者是你讨厌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都可以来做分享 一起 一起来参与 然后还有那个慧玲 慧玲很高兴你来支持我们 我看到你了 我刚才讲的这个造型 造型是很好的 对 还有那个建峰大哥 建峰大哥真的今天下午 才跟他那个 在我们台北交接见面 很朋友们的场 的确 沟通就是像建峰大哥讲的 就是要双向 嗯 双向 要能够双向 两个人 要在一个平衡点 所以要压低姿态 我们彼此 彼此之间我们都要压低姿态 所以才是低调 低调也就是压低姿态 要要放得软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就是我们职场上 我们希望听到怎样的沟通 这种感觉 那Dana 呃 怎样才算是一个有效的问题 有效问题 它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要给人家怎样的一个 我觉得有效的问题 它是一个开放型的声论题 但是可以接受很多不 无限可能的答案 是 所以说 呃 这个 第一个我们讲感受好了 这种开放 这个有效型的问题 它是非常受到重视的 是 而想要知道你的想法 然后你会觉得有被关注到 被在乎到你的想法 可以自由去唱台 看看二台一套 所以我们也想要知道你们的想法 对 因为关于你有问过什么样的问题 觉得 诶 甚至可以分享给大家 或者一些比较笨的问题 都可以 对 都可以拿出来分享 就是开放式的问题 它才有这些效果 才会第一个 才会让人家觉得 被受重视 嗯 然后呢 藉由这样的部分 让人家慢慢打开对方的心房 然后才能够跟人家建立关系 那如果是像那种 是非题 选择题 这种你已经预设好答案的部分 你只能 就是别人只能透过你的引导 来就是打出你所想要的答案 这样子会有所限制 就会被限制住了 你根本听不到 根本听不到 别人真的心里在想什么 那别人 有些人 就可能就是客气 表面 回答你 是或不是怎样 那这样就是 没有真的达到一种情感的交流 嗯 嗯 那你们如何可以一起进步 然后如何可以达到目标 那如何做 怎么做 会不会有更多些做吧 是比较属于一个既定因子在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点是要诚恳 真诚 一定要真诚 嗯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不能有任何内心 要放下内心的成见跟定见 嗯 不要去预设立场 嗯 对 就像不要 不要像选择题是非题一样 你已经预设了一些立场出来了 嗯 如果必须提问 它比较像是说 OK 为什么你 嗯 你的进步 欸 为什么 嗯 那种进度为什么不落后 嗯 对 那进度落后 原因是为什么 其实这种感觉一些 会比较有点 会感到挫折 然后会有 另有所图 是一种被检讨的过程 如果你换了方式去问的话 就像说 欸 你目前 做到这个程度 你觉得蛮不满意 嗯 那你有没有需要 我们提供什么要支援给你是 你需要的 可以得到协助的地方 这种方式会比较正面一点 对 所以负面的这种提问方式呢 会让人家感到挫折 沮丧 打击到信心 嗯 而且甚至有时候带有贬损的意味 嗯 所以这两本说 又提醒我们 在用字前词的部分很重要 问题之内 不要带有一些负面便损的这个字在里面 嗯 还有就是 不要有所企图 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是 不够真诚 是有所图的话 那表面上人家说好 但是内心上产生的这种负面情绪 也是一个就是负面的问题 嗯 对 那我们一直谈到这个谦逊的提问 嗯 那到底什么是谦逊的提问 谦逊的提问是 你也是必须要放低姿态 然后想先了解对方的更多一些想法 思维 很多更多的观点 然后再去跟 呃 再提出自己意见去做一些沟通 嗯 对 它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嗯 这个谦逊的部分啊 在这本IT最有名的这个沟通课 这本书啊 作者他就提到说 谦逊有分三种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我们因为社会地位文化的关系 去尊敬这个人 比如说我们会尊敬师长 尊敬老师 尊敬有社会地位的人 第二个就是 呃 我们凭借着自己努力而 而得来的成就 而去尊敬这个人 比方说像我是业务单位 那在我们 在业务单位来讲的话 业绩比较好的人 那大家 讲话不要大事吗 对讲话比较大 那大家会也 就是会对大家比较客气 呃 在他面前也会就是比较客气 那这一种不是真正的谦逊 那指的是当下的谦逊 嗯 这种当下的谦逊就是 我们内心真正了解说 我们跟对方是一种彼此互信互赖的关系 嗯 比如说像那个 我跟Danna这样子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呃 那个直播 就是彼此有互相依赖 互相需要对方 因为本来个性都不一样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当下的谦逊也需要 Anson 可能不要不要信心 不要细腻 然后不要求好心 其实我们两个想法 那种个性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在做直播节目的时候 都会可能需要对方的一些特色 而去补足自己的缺点 对 就是你要有这种认知 我们是需要彼此的 又活着做伙伴嘛 对 合作 保持这一种心态 所产生的这 这种才是真正的谦逊的提问 嗯 对啊 而且要降低我们对人的偏见 嗯 那避免呢 过程中 提问的过程中 避免过于强势的去主导 这样子才能够挖掘对方内心的真正想法 嗯 对啊 所以我们是要来示范一下 嗯 对啊 嗯 我们也是要示范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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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壓榨我的時間 然後讓我就是工作時間 讓我就是我的時間差不多教理工作 沒有適當的休息 讓我的績效反而沒有就是 沒有事半功倍 對反而績效有種就是不符合預期 對 所以你就向老闆投訴 我覺得就投訴你了 所以今天就是 今天大家都是老闆 大家都是老闆 那我就是那個機車的主管 然後他就是那個被壓榨可憐的小員工 大家是老闆來拼拼力 但是重要的是 我們已經被叫到老闆面前了 那現在我就要處理了 我啊我是主管要處理的 對不對 因為老闆當然要主管處理 是 Dana 這封信真的是你寫的嗎 是啊 是我寫的 你 你為什麼要寫這一封信呢 為什麼要寫這封信 因為我覺得我 我的時間都不夠用 你的時間都不夠用 因為我覺得我上 就是下班也要加班 然後休假也要加班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在上班 所以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情 我要表達的是我的 工作時間太長了 那你有想過你寫這封信的時候 給老闆之後 我看到之後會是怎樣的心情嗎 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嗎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我覺得你可能 就會理所當然 因為我們是 目標導向 可能客戶什麼時間點要 我就不需要在某個時間點 需要給予什麼樣的成果 所以我覺得在我職務以內 這是我應該做的 是 對 沒錯 但我們在工作上 確實是一目標導向 但是我也不是一個 不會為員工著想的主管 可能 我們看會議 我就很難插話 很難表達到我的意見 然後 給你email 你也沒有回我 可能是我太忙了 所以我們就是缺乏溝通 對 因為你也不知道我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但其實我是有考慮到你們 因為這個專案 他的這個績效獎金都有限 你如果 我 如果有人來 就是來參與的話 太多人來參與的話 會分掉這個績效獎金 大家辛苦工作 花同樣的時間 不就是為了要賺錢嗎 因為我們每個專員都一直 都 今天那麼緊 那麼難的時間休息啊 所以你看 我是 我就很希望多一個助手 可以幫我 兩個一起合作這些事情 至少我覺得 偶爾加班 OK 結果每天都在加班 所以你 你這個動作 你到底是想要表達什麼 我希望就是 嗯 可以多個夥伴 可以 可以 就是 可以卸出一塊 多個來參與 對 是 就算這個獎金被分掉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還好 你比較在乎的是什麼 我在乎的是 希望工作時間可以少一點 嗯 可以加班 那我要 就是 至少一天一天休假吧 在什麼忙 在什麼忙 也要休假 所以你在乎的是 至少可以加班 至少一天一天可以讓我休一天假 應該不過分吧 嗯 好 所以說你覺得這樣做多一個人 然後讓 把 讓這個 讓你有時間休假 這樣對於工作上有怎樣的一個幫助 我覺得在新的一周 我的整個 精氣層又可以重新 我充電後 可以重新再來 然後又有瓶頸 我覺得對於工作 嗯 更有效率 更有效率 精效更好啊 所以你覺得這樣做 其實是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的 當然啊 因為有適當的休息 有充電後 我覺得至少 他的效果 一定是會 至少一定會持穩 會持平啊 好 那今天就是 老闆也在嘛 嗯 我今天也 我們也把這個 話給講開來了 嗯 其實 嗯 不是說我 不會去就是 關心你們什麼 只是可能 大家的出發點不同 嗯 我們 身為主管嘛 看著就是 整體事情要做好 嗯 那可能就忽略到了這個部分 嗯 你個人的感受 那可能我平常太忙了 沒有去關心你 嗯 對關心 關心很重要 嗯 但是我們 我該開放式的問題這樣問你 嗯 有尊重到你的想法 意見 你有真正把它表達出來 對 那我們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要 開始 我們就是要眼裡 怎麼去做了 嗯 所以老闆在這裡 老闆也知道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去討論 沒關係我們在討論怎麼做 那我們請 最終目標是 希望 就是請一個人 讓整個工作 環境 團隊分手 都可以更順暢 達到效果 嗯 這是不是 也是你想要的目的嗎 對啊 對不對 這樣就達到共識了 嗯 OK 這就是一個職場上的這種 的一個情境 嗯 當然也不見得就是 完全就是 呃 這位小員工 對 因為其實 嗯 其實他不應該這樣直接跳過主管 就去找老闆投訴 他應該也是要先跟這個 主管溝通 但可能就是 我們剛剛都有提到主管的問題就是 他平常疏於去關心人工 嗯 就沒有去問 提問 嗯 對他可能 因為很多人 這兩本書都有講到 很多人怕就是提問啊 是走不出他自己的框框 嗯 他怕 他怕得到的答案啊 就是不是他想要的 或者是會改變什麼 嗯 很多主管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 拉不下臉 很多主管拉不下臉 但其實 真正啊 真正那個 有些是自信心太強 可是其實真正勇敢敢於面對的人啊 真正強的人 他是會越謙虛的 你去看那些有成就的大老闆就知道 嗯 對啊 真的 所以不要能夠建立 不要有革命情感 對老闆 對 真的 所以在我們這個情境表達之後 大家應該有比較了解 而這一本這個 NIT 最受歡迎溝通課 他提出了就是 有四個處理問題的程序 我們剛剛也有研議過了 第一個就是觀察 我先提問說 你為什麼會這樣做 嗯 第二就是 反應 反應是什麼 是情緒 問 問你的情緒 我問他說 你是什麼心情 那 什麼心態寫中心 對 我想表達什麼 那我適時的問他的那個問題 也是表達我的心情啊 嗯 也是可以表達我的心情 但你就去做判斷 到底你要的 到底他要的是什麼 嗯 最後是干預 也就是開始去做執行 嗯 嗯 這就是 這個 一個很 我覺得這兩本書 提出來一個很有效的一個提問 跟溝通解決問題的方法 對 給大家分享 好的問題才會有好的力道者 嗯 對 那所以 這兩本書的收穫呢 這兩本書喔 我們現在比較一下 這兩本書的話 這一本書 他的內容呢 比較多元 比較多方位生活化 而且作者本身是心理學教授 他到 他 嗯 他到後面呢 也有提出了一些 就是心理學的理論 嗯 比如說 真實的我 別人眼中的我 未知的我 這些 來透過謙遜的提問呢 不只是 對外溝通 也對內了解自我 而且他比較多元化 那這一本的話 他就是比較佛之常 之常 領導 那這本的文字上面 比較精簡二要 然後他字比較少 他字比較少一點 不要好閱讀喔 這本 其實我覺得兩本都好閱讀 只是他的字比較少 他需要多的時間去思考 那他算字比較多 他透過他訪問的那一些 就是CEO名人啊 的一些話 但你不斷的去省思 就是 如何去做一個好的提問 一直去省思 那你只要跟著他的文字走 就好了 你的思考跟著他的文字走 那這個的話 可能要 要再用心一點 但是都好閱讀 嗯 那這兩個書 你有還有其他的心得要分享嗎 嗯 最後我覺得 這兩本書讓我很大收穫 就是我在金人社 之前在領航社也當過社長 那我覺得我在當時的題 就沒有做到一點就是 我沒有把問題分出去 對 他就講說 如果我們把問題分出去啊 讓每個人都有責任 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讓大家更有參與感 嗯嗯 他這兩本書都提醒了我們 問問題之前不要有承見 心中不要有一些定見 盡量拿掉 嗯 對這就這兩點就是很大的一個收穫 其實我覺得上天啊 為什麼給我們兩個耳朵 跟一個的吧 對 為什麼 希望你們可以多聽 多聽別人的想法 然後可以多問 輕鬆地問 對 然後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答案 嗯 跟我們完全思考邏輯 不同的一些觀念想法 對 所以我覺得可以多聆聽 對 對 對啊 就多看多看我們的 多聽多看我們的 多聽多看我們的 來說書 對 看看也一起來 來這邊當來賓 一起來說書 我們五月以後都 嗯 都需要來賓 對啊 最後啊 真的 再簡單做一個結語 就是我們現在工商社 工商化的社會啊 大家腳步都很快 嗯 都會希望說趕快得到答案 可是重點是在過程 尋求解答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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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透過問問題啊 來尋求解答的過程 不是 只是要求一個對的答案 嗯 那透過跟人建立這個感情 培養感情基礎 才能夠有效率的 執行事情解決問題 嗯 對啊 不是說 就是 把人當作工具性 這樣想要解決問題 嗯 這樣去問別人的事情 這樣是不對的一個心態 嗯 他們強調這個 我們的心態是很重要 是 對 然後不要害怕 就是坦承 自己脆弱的那一面 嗯 要有失落的勇氣 因為 嗯 投資 就是問問題 就像投資一樣嘛 對啊 都是會有風險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去踏出那一步 那你也不會得到 嗯 嗯 我們這部節目已經 接近尾三了 接近尾三了 對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介紹這兩本書 嗯 那我們在同一時間 2月18號晚上的9點鐘 一樣 嗯 禮拜六晚上9點 禮拜六晚上9點 對 然後 同樣時間 繼續收看 對 一起來收看我們的直播 我們下次會有特別來賓喔 嗯 是個帥哥喔 哈哈 那請大家注意我們下禮拜的預告 嗯 OK OK 好謝謝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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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imp嘗 est brat 室仙 坐 äft 坊